这个我们怎么理解 下楼十分钟能解决的事情 我让他买个早饭 他倒好 担了小孩之后给我打电话 那个早饭他关门了 想吃什么 我当时我气得我就把电话挂了 我是不给你买吗 我路过时候 看见很多咱生活上需要的东西 我就顺道买点又便宜 一会儿这个早市就关了 我以为就耽误过几分钟 十几分钟的事 当时我也问你想吃什么了 然后你就对我大吼大叫 那我能不生气吗 我手上拎一堆东西 你自己说说看 我是饿着肚子 等了你半个小时在家 我都跟你说了我很饿呀 本来你十分钟会解决的事情 你还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呢 那你一顿早饭 你晚一会儿吃能怎么着 这谁没饿过呀 这也能成为你跟我吵架的理由 你不觉得你自己小心眼吗 还我小心眼 你自己也不想想 比起你的游戏 比起你什么所有的工作 还有你那个最可恶的那个朋友阿恒 你时不时就把他带到家里面来蹭饭 然后就要不然就是打游戏 两个人有时候甚至晚上还在那边打电话 然后我想让他陪陪我 不行 没空 阿恒怎么了 那我俩在一起之前 我跟阿恒没事我们就出去吃饭 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啊 然后他就不希望我们两个出去 然后每次我们两个想单独约 他都非要跟着 那你说我们男生平时喜欢玩个游戏啊 喜欢关注点电子产品啊 那他女生跟着合适嘛 又怕冷落他 然后不带他呢 他又跟我甩脸子 你说没办法 我只能把阿恒往家里领啊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啊 那你不能跟他绝交吗 你不能为了我吗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 你那个朋友 我就是不喜欢他 你知道他现在离谱到什么程度吗 哎呀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一个电话打给我 告诉我 今晚我要吃什么吃什么 菜谱都给我念出来了 就他那哥们给你打电话 对 是的 怎么了 我成你俩保姆了呗 不是 阿恒我俩认识十多年了 我们俩感情你也知道 那我没有必要 因为你我就跟人家断交 你幼不幼稚啊 我问一下 你那哥们有女朋友吗 没有 那你说 那他每次来咱家 跟你说想吃这个想吃那个 他拿我当哥们 自然也不拿你当外人 我觉得说这些无所谓的呀 而且他每次来咱家 不也不是空手吗 他也拎东西过来呀 那怎么了 我就是不喜欢这个男生 哎呀 挺累的啊 是 我都跟他这个事 都吵过好几次了 现在等于伺候两个男人呗 对吧 是啊 那你说过不过分吧 那是天天来你们家蹭饭吗 一周来几回 一周最起码来四五回吧 那基本上就是天天了 是啊 他没事就过来 这就是下了班 然后俩人就过来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跟阿恒一样 选择单身呢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重情义 重这个友情 然后我就觉得 虽然两个人在一起了 但冷落以前的朋友 我觉得也是不太合适的 而且我一个女生在家 你们两个大老爷们 你觉得我一个女生 能方便吗 严重影响我们俩生活 那你 行 你要觉得影响你生活 那你让我们两个 单独出去玩啊 然后你还不乐意 就非有自己朋友 亏你还好意思在这边提 你自己想想 你每次跟人家出去玩 就在那边乱吃 知道吗 他平常在家的时候 嘴啊 就跟泳动机一样 不停地吃零食啊 哎呀 那家里面 两筐零食全是他的 下班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拿零食 拿完零食就坐到 电脑桌面前 开始玩游戏 然后呢 我饭做好了吧 我说过来吃饭了 然后他就说 哎呀 我吃零食吃饱了 不想吃了 基本上每次都这样